Hello大家好,我是Christina 不好意思,最近真的是出现的有点频繁 希望大家不要厌恶我这张老脸 那今天视频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开箱 那大部分产品其实都是我自己买的 也有一部分呢,是PR赠送的礼物 有一些东西呢,我也就用过了 所以可以直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我们就开始吧 那第一个箱子呢,在这里,是在North Row买的 给大家先大概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 然后我会来一个一个跟大家讲 那么我用过的产品呢,是这个东西 Elamis他们家的这个卸妆水 天哪,今天的开场就要以一个 我要跟大家吐槽的产品来开始 我当时是在就是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 看到一个女生推荐的 说自己的使用感受是觉得这款是最温和 同时又可以最有效的来快速卸妆的 甚至可以来卸出你的眼妆 然后我正好我的眼线已经用完了嘛 我就想那这一瓶既可以当眼线 又可以当做脸部的卸妆 其实还挺划算的 我就赶紧买了 结果买回来以后,大家看我用了这么多 用了几次的样子 我发现它真的是不好用 因为它卸妆我觉得根本就卸不干净 而且它,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眼睛过于敏感 就一旦这个水进到眼睛里面 就会特别的遮,特别的疼 完全当不了眼线 所以说我觉得我买的这个是属于一个雷品 我并不喜欢 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先来拔草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里面所有产品的 跟大家一起开箱 绝大多数都是我种草非常久了的 大概有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样子 那先看一下这一个 他们家外包装都长得很漂亮 是这种有点像那种嫩粉色 这款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液体曹光 刚挤出来就能看到有一点点闪闪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把它推开 非常的水润 它不会有那种就是很mighty的感觉 但这一款我刚才发现哈 还是有一点点闪闪的 我不知道在镜头面前能不能看见 哇我现在看有点担心它 我之后来试试看它在脸上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接下来呢我还买了他们家的这个foundation 这个foundation是我种草超级久的 因为这一款听说简直就是油皮 还有混油皮的亲妈 它呢是full coverage 比较哑光雾面的效果 同时呢它是一个比较持久性的一个底妆 有点像那种日系产品的包装有没有 也是这种玫瑰筋的 它这个是呢一个蹦头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是1号 好像有点挤的有点多了 我在这个手上淹没一点好了 我觉得它和我的这个肌肤融合的很好 这款是我没有涂分底液的 这款是有我有涂分底液的 它稍微有变量一点点 但是呢不会和皮肤有这种明显的色差 同时呢血管有变浅一点点 我还买了他们家的这个 就是一个明星产品 包含了一个修容还有一个高光 它打开 啊好可爱 我们最后呢把它拿出来 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有没有 而且有点像那种法老的那种帽子的感觉 背面呢是长这个样子 那它这边呢就是修容 然后这边呢是高光 它的修容和高光这个盘子呢是不分色号的 所以说就只有这么一个选择 这一盘呢我是在网上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以及我看了很多博主的试色以后 我觉得一定要买 因为它很适合我们亚洲人 同时它上脸以后那个效果就非常的自然 这个修容呢在这儿 很浅很浅的这种浅棕色 而且它这个浅棕色是有点偏黄调的 接下来呢再试一下这个高光 这个高光呢给大家涂到这儿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啊 这个高光的颜色也是那种香槟金的感觉 是比较内敛的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Dior的这个气垫笔笔 大家看它的盒子 我这长得超级的漂亮的很有质感的 第一层呢就是它这个海绵 第二层呢里面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把这个给拆开的 里面是就这个样子的 色号呢是010 哇我就直接盖到这个上面 它这个气垫粉底液其实雾面效果非常好 就很雅光的这一种 妆效呢也比较自然一点 在手上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我对它上手的这个D感觉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这个味道我觉得也好好闻 有种非常清晰的那种茉莉花香味 那么这个在Northstrom买的东西呢 就已经开箱完毕了 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箱子 这个是我在类似于比较药妆啊 或者一些小众品牌的网站上面买的 那第一个呢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毛巾 洗完澡以后它会非常快的让你的头发变干 它的吸水能力很强 就要比一般的那种毛巾啊 浴巾擦根头发又快非常的多 它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我这个完全不能说它的效果怎么样 所以说之后呢洗完头 然后我来试一下它就可以给大家说了 接下来呢我还在他们家买了一个牙膏 那这个牙膏呢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我最近的嘴上非常容易起那种水泡 就在这个里面的这个位置 据说这个牙膏它对就这种水泡 是会有一定的抑制效果的 就是你用这个牙膏它就不会长 就是说呢我想试一下这个 如果这个好用的话 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下 闻一下它的味道 嗯味道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很清新的那种薄荷香 接下来呢是我买的一个 Elemit他们家的一个卸妆膏 这个卸妆膏呢也是我第一次来买 所以我不确定它到底效果是怎么样 这一款卸妆膏它是不含任何的矿物有的 所以它并不会来 就是把你的毛孔啊 堵塞啊或者阻碍什么 它第一层呢其实呢是一个 三种卸妆的这种毛巾 就是一个小房巾 也没啥特别的 挺大一罐的 然后是这种淡淡的这种黄色 它的这个名字呢 其实就是古胶原卸妆膏 冬天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 包丝的特别特别的干 这一款卸妆膏呢 并不会就是带走你肌肤里面的这个水分 反而会帮助你来锁水 但是它又能很有效的来清洁你所有的彩妆 它这个打开以后有种淡淡的柠檬的香味 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完全的这种高体状 但是呢又有一点小小的油 现在呢想跟大家一起来 在手上试一下它的卸妆效果怎么样 刚才因为这个手上已经涂了一些粉底液嘛 然后我想再来涂一点点唇膏 颜色也是比较深的这一种 那么这款使用方法特别简单 就是你干手干脸 然后先抹到你的脸上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抹到这个手上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那种撕扯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再拿一个就是比较潮的这种纸巾 再把这块擦掉 哇 真的不错耶 那么擦掉以后最后一步呢 就是拿水来清洁 那么我刚才呢是把一个化妆棉完全的浸透了 我们再拿这个化妆棉把它擦干净 这个清洁效果真的超好 是在按摩耶 完全不像是那种卸妆的感觉 好这个之后呢我会在脸上再试用一下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再跟大家好好来推荐一下 接下来我买的这个沐浴宴 其实给我男朋友买的 这个品牌呢是我在网上做了很多功课以后 发现它对后背长痘痘的那种会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就想让大家试一下这一款 这个挤出来呢有一点这种凝胶的感觉 我最开始以为这个里面会带一些磨砂的颗粒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去痘嘛可能会有一些磨砂的颗粒 但完全不是 就这种滑滑的 之后让我男朋友先试一下吧 如果有用的话呢我再跟大家说 接下来呢是一个痘痘贴 这个品牌我也是从来没有买过 但是呢我看这个产品在他们家的那个排分就很高嘛 而且排的很前面说明有很多人都会买 我买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会长一个这么大的痘痘 结果没想到今天它就到了 所以说我会今天晚上的就贴一下这个痘痘贴到这儿 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效果 我看这个箱子里面还有最后一个东西 天呐 我简直要疯了 大家可以相信这个是一个travel size吗 就是旅行装 而且这个才两块五诶 check out的时候他们家有一个选项就是你到底要不要选小礼包 但是这个小礼包它不是免费的是两块五毛钱 我最开始还小纠结了一下 到底要不要买要不要买 结果 就真的是惊喜 哇天呐 我把这个打开看一下吧 这个太夸张了吧 这么大 这个应该是正装吧 我的妈呀这么大 然后这个我敢确定这个是小样了 然后呢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小样 Oh my god 让我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情 这真的也太好了吧 这是我真的 今年买过的最便宜的一个 最划算的一个护肤品 两块五毛钱 同志们 真的只要两块五毛钱 有种中奖的感觉 好了好了不说了 然后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看的一些产品呢 就是PR送给我的一些礼物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是Rifa他们家送给我的一个按摩脸的一个按摩仪 打开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说实话 我是有买过Rifa他们家的产品的 我买了两个 但是呢我从来没有看过它真正的包装 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之前都是代购嘛 然后代购的时候 它都会把这些包装全部都给你扔掉 那么里面呢会带给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书 那这个说明书里面会告诉你这个仪器怎么用 然后呢就是他们家特别经典的这个两轮的推脸的这个仪器 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两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是用来包你的Rifa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是用来擦你的这个Rifa这两个小轮子 那么我觉得Rifa这个两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携带的 我自己其实之前我给大家看我买的是哪一款 我买的是这个四轮款的 它这个轮子好像要比这个两轮的稍微要小一点 有没有 四轮的这个它除了可以按摩你的脸上 也可以按摩你的身体 但是这个两轮呢它其实是原来基础版的一个升级版 所以说你看这个手柄处和四轮呢 大家也可以用一定的比较 看起来呢就是更加有质感一点 这两个背后呢都有这样一个太阳能板 所以说这个产品是完全不需要你充电呀什么的 就比较方便那么Rifa他们家的这个按摩脸的这个仪器啊 它最好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去水肿效果特别好 基本上每一天every single day我都会水肿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脸是比较容易水肿的话呢 你可以试一下他们家的这个产品 那么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一款 如果你跟我一样目前来说只可能推脸 不可能推身上的话呢 二螺的这款应该它的功率要更高一点 因为它这个轮子相对来说比四轮这个要大很多 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是给大家争取来的一个礼物 是他们家一个特别好的面膜 那这个面膜呢就是我在本期会给大家送出的礼物 那除了这两张面膜呢 我还会挑选一些我个人在平常用下来比较喜欢的面膜 组成一个小小的面膜套装送给一个心愿儿 视频发出的时候把参与的方式放到视频下方的这个信息栏和评论栏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怎么来具体参与的 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套 那这一套呢是雪花秀的皮尔送我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一个截面 然后呢还有两个 一个是他们家的这个滋阴水 另一款呢是他们家的这个滋阴乳液 滋阴水和滋阴乳液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混油皮来使用的 然后它会比较好的平衡你这个皮肤的这个出油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保湿水它的吸收非常快 而且呢它非常的轻透所以对于混油皮或者油皮你来使用的话呢 并不会对你的肌肤产生很大的负担感 那最近我男朋友也一直在用这一款 然后他自己用下以后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能够起到保湿然后比较清爽的这个效果 它这款截面我之前是有用过的 你给大家把这个打开看它长什么样 通过这种按压的形式来挤出来的 然后你每次挤出来以后它是这样子的 有点像褶梨状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沉间的截面 因为我觉得这款截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 所以在你沉间来使用的话呢 它第一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醒肤效果 但是它又不会过度的来对你的皮肤进行清洁 所以我之前用完以后我就挺喜欢的 然后这次也非常感谢他们给我又寄过来了一个这样的产品来让我使用 最近他们家官网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比如说买赠啊或者一些小礼品来赠送 所以说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可以查看一下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然后也希望我这个大豆豆能够尽早的消下去 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快乐 如果说你还挺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呢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然后呢会在就是之后的时间呢 把很多产品出一些实测啊 或者是比如说get ready with me这种形式来给大家展示 他们在脸上的具体的效果 好了那就不跟大家再多噩嗦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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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